第六百四十四集 有大量的变态存在 而且 三十三倍战力消耗的原始之气 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在半步金钱大能的时候 消耗的元气 只不过是一条三阶零脉的十分之一 但是现在 战力提升的百倍都不止 消耗更是百倍的三十三倍 三千多倍 我推算了一下 如果现在要施展出三十三倍战力 每施展一次 就要消耗一条二阶零脉 也就是千亿元始丹药的数量 可我现在身上一条零脉都没有了 全部都清洁溜溜 每施展一次 就要消耗掉一条二阶零脉 言傻言了 那 方寒啊 你以后不是要穷死 对啊 你现在战力提升了这么多倍 那三十三天至宝 能不能够成熟得了啊 当然能够成熟得了 这个不用担心 炼花蓝的造化神器残天之后 三十三天至宝的品质 已经是中品仙器的巅峰 可惜的是 没有金仙法则而已 不过 以后多多稀杀几个和我作为的金仙 全部炼化 这一再发宝 你就可以晋升了 方寒信心十足 晋升到达了绝代金仙之后 他感觉到了真正的力量 那对了 你准备不准备隐藏自己的气息 还是大摇大摆的进入羽化门 说你晋升的绝代金仙 我看 你晋升为了金仙 干脆还是不要回羽化门算了 在天界 逍遥自在啊 那不行 下一步 我还要参悟玄妙 晋升祖先之道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金仙在天界 是一方诸侯 霸主 而祖先 那才是真正的传奇 在羽化门中 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甚至王家灵脉 圣家灵脉 将来的事情 越来越复杂 天界有一场大的变动 仅仅是金仙的实力 远远不够 不过 我回到羽化门去 还是隐藏一下实力 静观席变 要是这样贸然回去 就晋升金仙引起轰动 那对于我的身份隐藏 很是不利啊 你的大算 一向都是天衣无缝 金仙的实力啊 基本上可以在天界横行 但是 应付将来的局面 确实是远远不够的 连天君都不够 黄泉大帝得到轮回到人的灌顶 传颂功力 还不是身死盗销 我现在啊 已经彻底的失去的战斗力 虽然我现在的修为 也堪比玄奸 但是我也渴望 一举晋升为绝顶境界啊 无妨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你真正厉害起来的 方寒手一招 一尊巨大的法罗 出现在他的面前 正是上寝先气 佛门至宝 蕴含玄奥最强佛音的 天地法罗 这尊天地法罗价值连城 上寝先气 必须要祖先 才能够炼制得出来 金仙一般都无法发挥出威力 上面一道道的金仙法则 蕴含着祖先玄奥在其中 方寒稍微输了一点法力进入其中 庄严神圣的佛音就震荡起来 威力可以震慑群魔 封锁空间 金仙都无法撕裂 这点天地法罗 价值不菲 威力更是巨大 不过对于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作用 三十三天造化神权 三十三杯战利的威力 比法罗大得多 找个机会 卖给红旗楼一个好价钱 赚取更多的灵脉 方寒现在知道 法宝在金不再多 现在他缺少的并不是法宝 而是原始之力和灵脉 就在他玩弄天地法罗的瞬间 外面突然传来两声巨烈的轰炸 极强的龙溪 再次奔涌而来 他立刻神念震荡 三十三天至宝 八部浮屠都化为了光芒 进入体内 神国张开 就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地底沙漠之中 两个人影 对自己发出了攻击 这两条人影 都是绝代金仙 一个身穿黑衣 一个身穿蚂衣 居然正是龙族另外两尊金仙 傲视猎 傲视图 两大龙族老古董 穿破黄沙直杀方寒 方寒身体一个摇晃 直接冲出了沙楼的地面 站立在一座高大的沙丘之上 小子 想不到你居然逃跑了 没有被傲视尊杀死 两条人影如影随形 降落在另外一座沙丘上 看着方寒 好像在看怪人一般 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为什么方寒会正逃走 傲视尊到哪里去了 傲视尊 你到哪里去了 拥有天地法罗 杀一个半步金仙都杀不死 黑衣男子傲视图 长笑发出龙吟 别喊了 傲视尊已经死了 他追杀我不成 反被我灭杀 成为了我的补品 不过 你们两个 今天也别想逃走 都要成为我的寄庭 方寒微微一笑 望了望天空上 朔火流金的大日 还有一望无垠的沙漠和沙洲 直到这里荒芜人烟 无数罩里 都未必有修饰到达 此地 已经是沙洲的荒芜地带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服力 他把玩了手中的天地法罗 什么 傲视尊被你杀了 那是 天地法罗 傲视尊 他真的失去了气息 我怎么用龙族密法感应 都无法感应到他的存在 他似乎是真正的消失 在了这个世界上 不会的 我们奥十三龙 小龙界一万年 进入天界 更要大人身手 怎么会中途夭折 更何况 他一个半步金仙 怎么能够杀死奥十尊 两大龙族老祖宗 神色猙獰 又明显地显现出 难以置信来 不管怎么样 秦拿下此人 就知道傲视尊的下落 他肯定是利用荒芜古城之中的某种进法 把傲视尊给困住了 我们无法察觉到他的气息 所以才会产生已经灭亡了的错觉 傲视尊参悟了许多个纪元之前的受到 绝对不会轻易地灭亡 你封锁四周 不能让这个小辈再逃走了 黑衣男子傲视图打出了道道封印 把这片天地都封锁住 连天空的大日都阴暗了下来 无法穿透屏障照射 一时之间 阴云滚滚 密布当场 处处都是 处处都是雷鸣电闪 暴雷震荡 而蚂蚁男子傲视烈 则是身体变化 直接打出了龙族的爵士武学 神龙七世第一招 战龙在天 当空镇压 无数条狂猛的战龙当空而出 交织成了一只巨长 凌空抓射 升腾 上接天地灵气 下抓九幽真灵 跑 我需要跑吗 方寒浑然不惧 彻底释放出了自己金仙的气息 方寒的确不会跑 他晋升为金仙之后 完全吸收了奥士尊的金血 金仙法则 等于是得到了他全部的吸引 八部浮屠更是转化为了中品仙气 对于龙族的克制力量更大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梅灵脉 无法支持他施展出三十三倍战力的 但是 现在 他完完全全的凌驾于两大龙族金仙之上 更有克制法宝 哪里还有逃跑的道理 正要一战 最好是杀死两大龙族老股东 再次获得一笔财富 他把自己的金仙法则释放了出来 一道笔直粗大的金光直逼天际 好像要把天际的大日都直接贯穿 一声巨响 奥士列布之下的禁法寸寸破裂 根本封锁不住任何空间 而奥士图打出的战龙在天 他根本理都不理 八步浮屠记了出来 当空一个旋转 条条龙气 展现出了洪荒无敌的气息 把千万条战龙组成的大手 一下子震荡的当场爆炸 使得奥士图这条老龙连连后退 啊 他晋升到了金仙的境界 好强横的力量 身上的金仙法则有粗有大 宛如锁链 没有错 那是奥士尊的金仙法则 奥士尊早年之间得到过奇遇 他的金仙法则比我们要多 要强大 是被他直接炼化了 奥士图满脸惊讶 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 他内心深处终于明白了 方寒是的的确确炼化了奥士尊 他怎么可能容纳那么多的金仙法则 他那是什么体质 就算尽身为绝代金仙 也不过是数百道而已 以后要慢慢修炼 锻炼身体 才能够逐渐扩大 一下击取那么多 会暴天亡的 奥士猎也不敢相信 因为方寒完全违反了修炼的常识 就算他再凶猛 也不过是一个初级金仙 对于金仙法则的运用 不很熟悉 注定了他要陨落的命运 这是致命的破绽 八部浮屠已经全部被他炼制成的中品仙器 价值比起找天地法罗来大的多 我们一起联手 把他击杀 不惜一切代价 对 不惜一切代价 生此一战 再此一局 如果得到他 我们就施展出圣迹之术 又希望复活奥士尊 傻 奥士猎 奥士徒 两大龙族牢古董 瞬息之间 就交换了一下彼此的眼神 突然狂暴了起来 身体之上 一股股的寿命开始燃烧 一道道金色纹理交织 天狠 天鬼 天罚 在其中交替运转 两人对着方寒猛出 与此同时 伟岸的龙力 从天空降临 奥士猎把自己的全身 仙气运气 化为了一道长虹 席卷空中的八部浮屠 道道封印的红牛 从他的手掌上打了出来 似乎是在用生命和荣耀 还有尊严 封印住这件质宝 而奥士徒 在拼命的呼唤着 似乎是在施展一种 古老的召唤术 召唤强大的存在 跨越时空 前来助阵 两人的攻击 凶猛而矫健 无情而冷酷 同时充满了壮烈 和一去不返 就算再厉害的金钱 面对两人的这一击 也要手忙脚乱 转眼之间 就可能会被击杀呀 如果这个时候 红旗楼的十一位金仙在此 也恐怕被一击 就会鸟售散去 然后被击二连三的杀死 两大龙族老国栋 这一下联手 甚至超越了金仙 直达祖的本源 但是 方寒浑然不惧 冷冷一笑 魁梧的身材 千军一般的站立着 气息浓烈 背后出现了杀伐之音 无数的乌云 凝结成了各种各样的魔神 强大存在 都是他曾经斩杀过的强者 似乎都一一显现了出来 为他助阵 他的手一抬 背后的乌云当中 居然最后定格在了一条 长达百万里的太古金龙身上 这正是方寒到此为止 战杀国的最强大存在 奥世尊 你们想封印我的八部浮屠 同时杀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方寒脚步踏出 携带滚滚天威 祖龙之力 当空一震 手上的传说之杖 就化为了一团符文 被自身金钱法则催动 瞬息膨胀 突然一下扩张 当空爆炸 化为了无数英雄史诗 血与火 钢铁和意志的传说 遥远的传说 被方寒一招打了出来 现在这一招 经过了金钱法则的本源催动 威力算是真正发挥了出来 虚空中涌来了 英雄史诗的传说之力 层层的方寒包裹 方寒头发在背后飘扬 全身金色火焰燃烧 打出遥远的传说 逼迫奥仕途 直指着全身的破绽 奥仕途这个时候 召唤出了古老的力量 背后也显现出了 各式各样的魔神 甚至是虚空中神秘的祭坛 力量推演到达极致 和方寒对拼 沙洲之中 一条长达千亿里的绵延沙洲 顺其之间就被蒸发 也就是相当于 方寒和奥仕途一档最亲 毁灭了相当于整个芒山山脉 不过 数千亿里的沙丘 对于整个沙洲来说 相当于大海之中的一滴水 毁灭了就毁灭了 根本不会影响任何的不平衡 绝在新仙的教授 也只有在天界 才能够肆无忌惮 若是在世俗之中 不知道会有多少大世界被打破 无数的星空都会被毁灭了 一声巨响 沙丘毁灭的同时 那奥仕途的所有钢器 仙术 杀招 都被方寒轰破 整个人化为了一条巨龙 狂吞鲜血 狠狠地飞了出去 他居然被方寒一拳击败 金阳灵魂 无缝弥沙 就在方寒身体稍微颤抖 体内的无数神国晶体颤抖 力量还没有恢复的一刹那 奥仕烈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竟然突破了八部浮屠的保护 脸上显现出了凝啸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手掌上 整个笼罩化为了一口利刃 切割而下 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我们两人配合的阴阳连环 无缝弥沙 你久力一断 心力未生 就让我来了结你 曾经有一尊比你还强的金仙 就死在我们的无缝弥沙之间 傲势烈的声音好像魔鬼的诱惑 诸神的誓言 佛陀的范畅 群仙的名文 摧毁人的心灵意志 听见了这个声音 就算是金仙高手 甚至都会感觉到绝望 从而放弃抵抗的意志 无缝逆杀 是两大龙族老古董早就配合好的 那锋利的手刀切割进入了方寒的全身晶体神国之中 展开了毁灭性的破坏 但是下一刻 方寒的身上突然一爆 首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质子 紧接着 三十三天至宝的影子全部都爆发了出来 演化成一道造化洪流 直接就把奥什烈的手刀给震得寸寸锻炼 啊 于是 这天至圣高皇上帝统于侦法 还有传说之中的三十三天至宝 奥什烈全身被一反击 连连后退 无缝逆杀失败 他正要准备第二次逆杀 但是看到了三十三天至宝的虚影 全身一震 奥什烈速速退走 此人不可敌 他是方寒 写毒了造化之人 奥什烈一下子清醒过来 就在这时 那奥什烈从镇飞风恢复 要配合奥什烈的无缝逆杀 但是 三十三天至宝的光芒 逼迫着他不能近身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露神机的唐千玄幻扫说 永生 第六百四十四集 是由陈颂无声给您播讲的 欢迎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